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注意明镜与点栏目 我想你的文化更能 tri Нач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会习惯把我的教学影片放在YouTube上面 然后提供给同学不管是副学也好 或者是说新的朋友 他也可以知道说我们这个Photoclip要如何学习 或者是手机如何来去做一些数位行销速成制作 这个时候他也有机会来去做进修 那我早期我是在巨匠电脑公司总公司专人讲师 然后就是帮他带一些新竹以北各公家机关为主 还有就是企业 比如说百大企业 后来到了就是民国一百年的时候 我就想说我应该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或者是我还想要在自我进修 所以我就想说把我资讯的专长呢 看能不能去跟医学相关去结合 所以我就跑去国立阳明大学资讯念书 然后现在我是候选人 期待希望就是说我能够用我自己的资讯的一个专长 能够解决这个癌症这个议题 但是希望在我有生之年能够完成这件事 我就觉得很高兴了 那我的电脑证照有三十 国内国 国际的证照 大概有三十多张 也写过五十多本书 后来发现就是大家不太读书了 不读书了以后呢 那我就想说那我跟学生怎么互动 我根据就把我的数位教材 就直接放在YouTube上面 所以我现在已经有制作了快三千部的影片 如果说您现在开始去学我的这些影片不眠不休 我想学了三年应该不成问题 那我的主要专长还是在像比如说我比较喜欢做大数据 大数据 就是跟我联系 所以我这边会特别留下我的line 那微却主要是现在有很多大陆的搬运工 他就把YouTube影片下载下来 我最后一天我也会教你如何去把影片抓下来 因为明天 因为你有时候可能要做的 你想要就是把这影片放在手机上面自己来去观看 好 怎么做 如果有时间允许的话都会跟你们分享这一块 好了 那我们先来观看一下 我的范例 讲义都放在这个地方 都放在这个地方 好 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 我就先带领你们去 如何找到我的讲义 那你的画面其实可以稍微缩小一点 对不对 其实你应该看得到 你可以把它缩小变成一半 好 例如说就是你现在的这个视窗 大概感觉就差不多是这样子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把它稍微缩小一点 因为我希望等一下你可以跟着我一起操作 好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观看一下 我的范例讲义 首先 首先因为我给各位的是一个网址 那既然我给各位是一个网址 您就可以在这个地方 用Chrome浏览器打开 打开Chrome浏览器之后呢 你可以发现这边我们预设是到Google Google 那你就直接在网址列 注意哦 是网址列 这个叫搜寻引擎 这叫搜寻引擎 不是在搜寻引擎里面输入网址 是在网址列里面输入网址 所以您就可以在这个地方请输入 obb죠 吃吧 然后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去找今天的日期 今天的日期 你看你大概看一下 我的一些电脑教学 我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 像前几天去 就是这边有一个office 日常工作使用技巧 里面有教你 例如说我的ECL PowerPoint 应该要怎么样去使用 你的工作效率会提升 那今天今天我们是教 数位行销素材制作 所以这边会有 到时候会有教学的影片连结 它就是连结到YouTube的某一部影片 然后接下来会有讲义 讲义还有范例 那这不是财政部的 因为财政部有放一套 可是我们今天为了上课方便 我要请你们就是 到这个地方来去做讲义 讲义的下载 或还有就是范例下载 所以点选这个讲义下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我在这个地方要请你们去下载 这两个两个档案 怎么下载呢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档案 如果我点这个下载图示之外 这个地方我是去浏览它 好那如果点一下 它就直接打开这个档案 让我看内容 或者是这边只有一个图示 左上角有一个小小的图示 它是一个下载的图示 可以从这个图示 得到一些启发吗 请问这个图示下面 这一条横线代表的是什么 不是 这条横线代表的是什么 我们的桌机 我们的桌机 以前 以前要问年纪比较大的 我们以前桌机是不是很 对不对 现在不是放横的了 现在都是直的 可以了解 你觉得桌机为什么要放横的 因为它放在桌上 桌上行电脑 有听懂 现在我们不放桌上放地上 所以你怕脚踢到 横斗的话是不是很容易踢到 所以它就变成直的 这是题外话 可是这真的是一个 就是以前我们是唱过来的 好那所以 所以这个是不是从 等于说 你现在可以想象从云端抓下来 到桌机 所以它就是这个图示 请点它一下 可以吗 你可不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做一次 怎么跟着我做一次呢 你就先把这个视窗稍微拉到旁边一点点 或者是你把整个视窗稍微缩小一点点去观看 可以吗 然后接下来左边你可以额外开一个视窗来去实际的操作 因为等一下呢 我们在玩这个photocap的时候呢 你也可以就一边我怎么做 你就照做 当然也可以就是说 好 您先看我 您先看我做一遍 然后你再做 都可以了 好 只是我觉得你跟着我照做一次 会 我们会教更多的内容 好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就麻烦请你打开 打开这个Chrome浏览器 打开Chrome浏览器之后 然后就麻烦请在网址列 网址列这边 麻烦就请输入 HTTPS冒号 斜线斜线 GO.GL 斜线 YTZ RXT Enter 然后记得 记得我们要找到我们的课程 附带说明一下 今天晚上我要去政治大学 叫大数据分析 你们难得很忙 而且政治大学去这边15分钟 做记得之后很快就到了 好 你们会有兴趣吗 好 OK 那我们下载了这个讲义 我们顺便把半列下载下来 好吧 所以刚刚在这个地方 现在你这个下载好了 你就直接关掉 那我可以又回到 刚刚这个我的电脑教室 所以你再去找一下 可不可以找到这个 数位行销素材制作的这个半列 半列下载 请点它 这边有 这边有Photocap的软体 软体 不过你现在不用下载它 因为我们这边连线 我刚刚测试过10秒就下载完了 所以你未必一定要到我这里来去下载 因为它档案才十几倍的 所以等一下我们来去直接去下载 那接下来这个Picture Picture就是因为我们要做影像处理 我们这个课程要做影像处理 所以我准备了一些照片还有办例 那怎么样下载 一样滑鼠游标 点选 点选这一个箭头 点它 点选这个箭头 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Picture 里面有很多很多照片的下载 还有这边是不是有Sample Sample这个下载的图示 点一下 那它现在就在慢慢的下载中 所以麻烦请各位把讲义 还有范例下载下来 附带说一件事 这边其实还有一个全部下载 全部下载 它会把假设这里面有三个档案 你全部都要把它抓下来 那它就会先把这三个档案 压缩起来变成一个压缩档 然后再让你下载 那你下载下来之后 你要先挤压缩 好 这是一样你都是点一下 很快就可以完成 所以我就不带你们去做一下这件事 记住哦 那以后您去找一些网络工具 网络工具来去使用的话 本身你去找现在这个视窗 现在这个视窗的左上角 或者是整个画面的右上角 好这点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未来我们的那个软体的操作 不再去功能标里面去找功能了 这是一个趋势 好请问一下哦 是不是都在进行档案的下载 例如说范例的下载 我想应该是 你看我在这个地方下载的速度 是不是就开始变慢了 好 那我还是 你就放着 让它慢慢跑完 你有没有发现在这边 一直转一直转 转不出来 转不出来 好 这代表它正在执行中 所以它才会一直转 一直转 好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讲义 好吗 好 好了 请看我的画面咯 我的画面你一定要开走 现在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假如说我今天我下载下来的档案 它会放在什么地方 这件事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好 所以请你看一下 请你看一下 还是 一定要请各位观看的话 我就开到全一幕广播 好不好 就是 强迫你一定要看到 好 请问我刚刚是不是做了 范例的下载 讲义的下载 那请问下载这些东西会放在什么地方 对不对 这是我们一定要先知道的 不过下载的档案或范例 或者是讲义 这都是档案嘛 它就会放在下载这里面 好 那下载在哪里 打开文件夹 打开文件夹 开始的隔壁是不是有文件夹 所以点一下它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下载 在这里 我刚刚 我先看到最大话 你有没有发现 我刚刚下载下来的 因为还没跑完 因为还没有跑完 可是 这边是 讲义 有一份讲义嘛 它已经在这里了 可以吗 好 剩下像Sample 还有Picture 它还正在下载中 好 所以我是要特别 请你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当我今天 当我今天 我要去看我的范例 讲义在什么地方 第一件事情 打开 打开我的文件夹 打开文件夹之后呢 请你点 左上角这边 是不是有个下载 万一你的电脑 我的罪案没有下载 那你就去文件里面找 好 文件里面才会有下载 好 我的罪案里面下载 就可以找到你 你的一个下载的项目 像我刚刚是不是有下载Sample 这边 它就出现Sample了 好 不过我现在呢 我要请你们 看的是讲义 讲义 好 那我现在就开讲义 给你们稍微观看一下 大概让你知道我们要学什么 然后我们就开始来 教你软体的下载 好 所以 首先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您可以看我操作就好了 第一件事情呢 我就在下载里面 找到刚刚我下载的范例 然后快速点两下 我就可以打开这一个讲义的内容 各位 你这个方式不太好 我用换成阅读的方式好了 好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这是我们的课程 然后 我原本是只要将 只要把这个Full Cap给交完 但是我认为说 既然有牵涉到行销的话 我们还是把一些 现在大家用的行销方法 也跟各位分享一下 那 我们其实 最早最早的时候 我们是用缩位相机 可是现在很早用缩位相机 现在几乎都是直接拿我们的手机来取代相机 然后 接下来 我就要教你们如何去下载 下载Full Cap 那 在接下来呢 当我们今天我们有一些相片取得之后 我们应该有一些基本的认识 举例来说 这个影像 这个影像清不清楚 解析度 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未来是都是做一些手机的行销 或者是社群软体的行销 所以基本上那个影像的解析度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好 不过不管怎么样 这个JPG的档案格式 JPG档案格式 还有GIF它有动画的格式 PNG它有JPG 也有动画 所以其实PNG可能比较好 但是它的档案就是比较大一点 好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如果说要去做一些影像处理 影像处理 它在这个地方提供一些影像处理的功能 然后最重要就是说因为桌机 桌机它有一个好处 它可以批次大量一起修改 假设我想要把很多很多的档案名称 一口气把它全部都改掉 还有图片的名称怎么改 再来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我想要替不是一张图片 是很多很多张图片 我要去加框 加润式的装饰品 或者是我要去替影像做一些合成 好 那这些应该都是还蛮重要的事情 那第四张绝对是Folocap很重要的地方 像例如说我们拿到影像 我们想把一个老人年轻20岁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学会一些快速编修美化相片 当然到时候我们再教你手机 手机软体的话 先跟各位讲一下明天一定要带手机 然后我所使用的是iPhone iPhone 所以有些在iPhone上面很棒的一些APP 好 它可能Android它就没有 好 那不过可以找一些类似的 类似的 好 那一样就是手机上面也有这些特效 但是但是我会换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假设你今天直接用那个手机来拍 能不能直接拍出来那一瞬间 就让你年轻10岁20岁有这个工具 好 所以到时候就教你这个工具怎么使用 你这样就不用在那边再去 什么把影像什么红眼去除啊 效果去除什么 这样可以了解 好 接下来 可是在这个地方它有一些做大头照的一个方式 它就功能就直接放在那边 如果你到时候你要去做那个大头照 你可能就要去找大头照的APP 好 它这边全部都有 甚至还有写真书 模板 这些都是蛮好玩的东西 到时候今天就会全部都跟你分享完毕 这就是它可以实际做出来的内容 好像例如说可以做年曆月曆宣传单 或者是那个拍力的相片 甚至蒙太奇的相片 还有邮票 那现在可能更流行的应该是贴图 贴图 那当然 当然它这套软体最棒的地方就是它可以一口气批次处理 就是一次不是做一个档案 它可以做很多很多个档案 那网路相簿 网路相簿现在一般都是用自己的Gmail 然后存到 例如说网路上 你拍下来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同步放到网路上 好那这是储存相片的方 储存相簿的方式 那接下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就可以去看这些细部内容 这就是我大概 这今天甚至到明天 大概会跟你们分享的内容 好了 所以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现在就要请你们先了解一下 Photoclap是什么 对不对 稍微先知道一下Photoclap是什么 好 那所以在 我先用那个网路上 网路上的内容来去跟你介绍 什么叫Photoclap 第一 我就先打开 打开 Chrome浏览器 当我现在输入Photoclap 我就只输入这个字 Enter 它这个Photoclap 点下去 这一定是它的官方网站 它其实就是一套数位照片的最佳帮手 它就是帮助我们去做数位相片 数位相片 好 那在制作这个数位相片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稍微注意 注意一下 就是说我们要表达的内容 你看 其实就是上面 上面这张图案 上面的这个图案有看到 这就是它的数位相片 那请问一下 你这样看起来 这到底什么叫数位相片 什么叫数位相片 这个意思就是说 请问一下 这边在风和日历 没有下雨的情况之下 这边会不会有彩虹 事实上是不会有的 彩虹 彩虹应该不会是出现在这个地方 但是它把它加在这个地方 好 再来就是物件的一个配置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它是不是画了稻草人 放在这个地方 那前面这边 前面这边是树 然后这边 你觉得这边会有一个稻草人吗 可是我们可以透过数位相片 然后去把这个稻草人 放在这个地方 增加它的美观 好 那再接下来 人物的卡通画 这也是数位 相片 数位相片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好 那再接下来 像例如说布局 大小 我想这些可能都是我们必须要 就是在制作这个数位相片 需要注意的重点 好 那在这个地方 更重要的就是 这是一个百分之百免费的软体 有别于Photoshop Photoshop Photoshop 如果你要学Photoshop 我的网站 我的教学影片里面 有Photo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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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都可以到时候去找到 但是这些软体 它都是付费的软体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使用这一套百分之百免费的软体 还有一件事情 Photoshop Photoshop 它是国人自治的软体 然后它可以就是说 那个 它的使命啊 讲一下 带给每个家庭美好的回忆 所以它主要就是说 把一个家庭可能会需要做出来的东西 举例来说 那个刚刚刚刚刚有跟各位介绍 他想要做的这些成定 他都是一个家庭 家庭为主 举例来说 他在这个地方 他可以做写真书 他可以做拼图 他可以做大头照 好 然后他还有一些那个很棒的模板 他都是以一个创造家庭美满和谐为目标 好 期待就是你学会这套软体之后 回去可以跟小朋友 最好是那个国小 国小的小朋友 可以跟他们来去做分享 因为他们大概 如果说 你看他们的操作 他们根本就不用学 他们就自己会上手去玩了 所以 所以这套软体 其实还蛮容易简单上手的 好 那 Foloshop 对不起 Folocap Folocap 他真的 他真的可以做好多很棒很棒的应用 好 像例如说 库克盘名片 赫卡 卓利 阅历 那 他还有修片的功能 他可以去除红眼 黑斑 疤痕 油光 美化肌肤 哇 就是让我们年轻好多岁 然后再过来 他可以做绘图的应用 所以我们可以拿他来去做那个图卡海报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去做软体的下载咯 如何做软体的下载 我要先 先请你们一定要看到这件事情 好 如何做Folocap的下载 我们现在电脑都没有这个Folocap嘛 其实我刚刚已经试着装了一次 我先把它删除掉 好 首先要安装Folocap 要安装Folocap 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先点选 点选Chrome 点选Chrome之后呢 然后直接在这个地方 网址列 网址列 输入Folocap 下载 Folocap 下载 然后接下来你就会看到这个 这个 他是软体网 好 可是我希望你们点的是这一个 Folocap 6.0 这是Folocap它的官方网站 然后这是介绍那个很多很多软体的一个网站 好 他都有提供软体的下载 我建议你们最好是使用官方的网站进行下载 所以点选这个 Folocap 6.0 点它之后 这边是不是有载点1 载点2 你应该不会想要去下载简体版跟英文版 所以我们去下载这个繁体中文 载点1 载点2 所以请点选随便名 看你要点载点1或载点2 好 例如说我现在我就点载点2 他就开始下载 很快很快十秒一秒 好下载完毕了 可以吗 这就是下载 那下载下来的这个Folocap 6.0 执行党在什么地方 他放在 他放在刚刚文件夹打开下载的这个位置 可以哦 所以等一下我再请你们去做 去做所谓的一个就是安装 好 所以就麻烦请各位先去做档案的下载 档案下载 打开Chrome 然后麻烦请在 网址列 网址列请输入 Folocap下载 最好是到官方网站 我们先进行这个档案的下载 Sample是不是 Picture正常吗 你们可以从你们的 因为我有给一套给财政部 可是要用你们的帐号密码登入 那个也不能下载 好 不是我的档案有问题 是我们的为阿雅看秀 跟是为阿雅新意义 所以等下我们再去教你为阿雅上来 下载就有比较新的版本 还有一件事 我觉得很重要 很重要一件事情 当你今天不能下载 不能下载要怎么办 学长不能下载 就是不能打开了 不能解压住了 你要怎么办 不能解压住 你要怎么办 找人 对不对 你也可以写信问老师 这时候我的LINE 是不是就可以发挥作用了 可以了解吗 你不问我 你要问谁 因为这是我提供给你的 那我就会请你说 可不可以拍 那个错误的讯息给我看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们 我们要去解决一件事情 我们是有一个程序 那我也是先看这个讯息 这样了解 我希望我教你的是方法 我希望引导你 是这样子一个学习的方式 这样子的话 你的学习会更好一点 但是 但是有些年轻人 他说很讨厌 他就说你不要这样引导我 你就直接告诉我答案就好了 告诉我2加3等于5 你不要跟我讲加法的原理 有听懂吗 好 我希望你要知道 我是老师传道授业解破 或不是铁评的工讯 了解 所以我希望说 以后你遇到一些问题 我会跟你要这个 这个错误讯息 这是合理的 这样了解 这样你会成长 我也会成长 我们一起来看 到底出现的是什么问题 好 我再说一下 那 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先做那个软体的安装 好吧 先把刚刚那一段软体的安装 交完 好 好 我们现在有看到我的画面吗 我现在是不是要教你软体的安装了 因为已经下载下来了 所以请你们稍微看一下软体如何安装 很简单 我们找到那个执行档 我们就快速点两项 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情 你要先知道我们下载下来的档案 放在下载里面 放在下载里面 所以第一件是打开我们的资料夹 下面是不是有一个资料夹 打开资料夹 点选下载 我的最爱的下载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这个 Photocap 然后600 有看到吗 这个 这个 好 那它的副档名是exe 它是执行档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它用的这个图示 很像 真的很像压缩档 有看到 很像 可是不一样 不一样 我只能说不一样 所以不要把它误解了 因为压缩档快速点染一下 是去执行 例如说WIN RAR 这个压缩层次 可是我们现在是 是这个Photocap 6.0CH 就是那个繁体中文 然后 因为它是执行档 所以快速点两下 我们就可以来去做软体的安装 所以快速点两下 然后点选执行 然后接下来装在什么地方 你今天装的软体 明天早上来 要再重新装一次 所以我希望今天看能不能把它全部交完 Photocap 好 然后点选安装 点了安装之后 它就 因为我曾经装过 所以我这边我就要选择全部揭示 你们应该就可以直接装了 好 我点全部揭示 就整个都覆盖过去了 你看 是不是很快就装好了 你觉得Photocap 跟另外两套 像Photoshop跟Photop Impact 来做比较 你觉得他们的安装 会不会觉得Photocap很简单 就是快速点两下 然后下一步 然后就可以装完 这边是蛮简单安装的 好 所以来请把软体装好 你要知道一件事 这是国人自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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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靠 就是为了创造台湾幸福美满 好的 我觉得它还蛮伟大的 那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他就希望我们来去做 做什么呢 做这些东西 加外包 然后 拼图 蒙太奇大 珍珠 护克牌 桌礼 做这些东西 做这些东西 你会觉得还蛮好玩的 好 OK 那请问是不是都装好了 那因为我们要用范例嘛 所以我们必须要花一点点时间 把那个解压缩的问题先解决 所以我们要先去网络上 再下载WAR 所以麻烦请各位 麻烦请各位 我们先来了解这个问题 好 一样哦 请看我的画面了 请看我的画面 我现在呢 我现在重新打开我的这个档案 Picture 然后 挤压缩 各位都会嘛 滑鼠右键 对不对 滑鼠右键挤 挤压缩 然后这边 我通常都会用挤压缩到一个资料夹 好我就点它 然后他就说 他说找不到压缩档 可是 稍微注意 这是警告 这是警告嘛 好 应该不能翻成警告 应该叫做一个资讯 Information 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就是把这个金探号 改个方向 上下180度的改变 这样是不是友善多了 对吧 好 你要记住这个Information Information 还不能用大写 对不对 一定要用小写 因为大写是不是就像L了 好 所以 所以你去国外 你去看到大家的Information 都是用小写的I 台湾也是啦 世界各国都是 好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那我们就点确定 他说什么 他说 当我们今天要做这件事的时候 他说不支援的压缩档格式 就是 假设我今天我用的WIN RAR 它是很 是 之前我的压缩的方式 是用那个 2016版 假设我现在我用的确实是2016版 可是我们现在这个WIN RAR 它的版本蛮旧的 请问一下 我问一下 因为我这边我还看到2007版的Office 你们现在 你们现在都还在用Office 2007吗 应该有没有提升到2016 就是现在不是都要整个跟住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漏洞 而且微软不微不微 财政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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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是要赶快 能用 能用就不换了 好吧 哦 好 也是 也是 好 那我们 所以我看到说它的WIN RAR的版本是比较旧的 好 不管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要去下载那个更新的WIN RAR 好 所以 请问一下 哦 当我们今天发现说WIN RAR版本太旧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去网络上找 所以点选这个 点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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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ome浏览器 我比较喜欢Chrome浏览器 因为爱一他一直会说什么这个网站不安全 请你要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比较喜欢用Chrome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 请在搜寻引擎里面 输入WIN RAR 对不对 然后下载 下载 WIN RAR 下载 可以吗 可是我原则上我不太喜欢到软体网 因为你要知道软体网里面一堆广告很像在走迷宫一样 我都不知道要走到什么地方 会理解我的意思吗 因为软体网他为了要生存下去 所以他就介绍一大堆的软体如何下载 所以他就是要靠打广告 所以你就会发现那些广告多到已经让你不知道该点下一步是什么 好 然后接下来麻烦选这个好不好 下载试用版WIN RAR 国际中文版 然后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特色 当你今天装完软体 装完软体 然后 明天你再来重新启动电脑 你会发现装好的软体通通都不见 好 所以这点要请各位稍微知道一下 我们现在要装的是这一个下载试用版 这边请选择这个WIN RAR 5.71 三十二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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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点他 他就去下载了 他就去下载 可以吗 先把它下载下来 那下载下来我们要不要去做一个就是安装 当然要 所以等一下我们再做安装 来麻烦请做WIN RAR 5.71 三十二位远的下载 好 那因为我们只用一天 所以我们就教各位试用版 试用版 其实那个WIN RAR还有那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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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我放在 我放在范例 我放在范例里面好吧 好了 来麻烦请到范例里面 去下载 Win IR571PC 到我那个王主来 就下载 我放在范例里面 我放在范例里面 我先拿下载 是 看你 这一切 看的 这一切 是 低调 低调 第四个档案 我最后帮我去第四个答案 所以要卷头拉下来 好了 哈喽 我继续咯 我们预计是 因为我们上午三个小时 上午三个到十二点 所以我预计十点半的下午 就是大概上午一个半小时 就会有休息 下午也是 下午也就是大概 我们是一点半上课 对不对 所以我们大概上到三点 三点 好 那画面就用一下 我们就继续来观看 如何去做紧压缩 好 您看一下 刚刚我在这个地方 就是Win RIR国际中文版 然后他有 有几位同学 他不让我 就是直接下载 没关系 我们 我把档案放在 比如说Google的 零端 硬碟里面 然后让你们进行一个 档案的下载 好 那接下来 接下来 接下来我刚刚下载下来的 这个Win RIR 它是一个执行档 所以我是不是到哪里去找呢 第一件是打开文件 打开文件夹 在我的最爱下载这边 是不是会有 是不是会有这一个 Win RIR Win RIR Win RIR 57 ETC.EX 快速点两下 这个档案去执行 然后请你点安装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我们就直接点确定就好了 然后完成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已经装好Win RIR 已经变成更新的 这个Win RIR 所以点选回去 我们刚刚的下载 好吧 请把刚刚的 Picture 挤压缩 是不是就可以挤压缩了 然后再来 Sample 是不是也可以挤压缩 可以吗 这样子 就完成了 Sample 跟 Picture 这两个资料夹的 挤压缩 好 从中你们一定要记住一件事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 我们在软体使用的过程 你们一定会遭遇一些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 不要忘记了 你可以询问老师 可以吗 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真的 请你要记住 如果有机会 你们想要去学我其他的课程 你都可以去按照这种方式 那我们接下来 接下来你可以大概看一下 Picture里面有什么 还有 Picture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图片 有很多的图片 好 也有台北县政府 因为好久以前做的 这都是那个时候我去自己拍出来的 还有呢 还有像那个Sample Sample里面 你看 这里面是有很多很多的图案 很多很多图案 好 这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我们 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先回到我们的 先把所有视窗都关掉 都关掉好了 先把所有视窗都关掉 请问也解压说好了吗 那我们就开始进入到我们的Photoclap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们刚刚已经把Photoclap关掉 那当你要再打开Photoclap 你只要快点两下 桌面上 桌面上这个驴子 这个驴子 快速点两下 可是如果你桌面上没有这个驴子的图示 你就可以点选开始按钮 为什么点开始 不管你做任何一件事 你是不是都可以从开始这个按钮 开始做起 所以我现在只是教你 如果桌面上你没有这个驴子的图示 你可以点 第一件事 点开始 第二 你从上往下去找 应该会找到一个所有程式 所有程式里面 那因为我们是Photoclap 所以你要找P开头 P P开头 所以 H I J K O P 这边 Photoclap 点Photoclap 这边是不是有好多 好 其中第一个Photoclap 这个驴子的图示 点它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打开Photoclap了 真的 这个人我觉得他真的是带给我们很多的一个快乐 好 这个软体的创作者 好了 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个Photoclap了 所以我们应该也打开Photoclap了 你可以快点做面上的图示两下 那个驴子这个图示 好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这个 这个 这个驴子下面这是一个蛋壳 对不对 这我突然想到的 驴子它是胎生 它应该不是卵生 好 真二万块 好 来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这边 这边 档案 编辑 物件 就是针对这个视窗 这个我想你应该很熟悉 因为它是一直都用那个很旧式的这种方式 而且它停留在这个版本很久了 好 像Photoclap停留在那个 13这个版本也很久了 X3这个版本很久了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档案 编辑 物件 影像图层 选举 这都是功能 功能 那最重要的功能呢 其实只有最重要最重要的工具 工具 它都放在这边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把它学会 再接下来 这叫工具 这叫工具 那这边呢 这叫 这也算是一个格式工具列 这叫一般工具列的话 它这叫格式工具列 那你会发现 像这边有看到修片吗 修片 稍微注意一下 修片里面就有好多很棒的功能了 什么去除红页 去除黑斑疤痕 好 接下来呢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它是格式工具列的设定 举例来说 假设我今天我点选到这个移除红页 它的内容 这边它就跟着改变了 这叫格式工具列 这叫格式工具列的设定 就进一步的设定 好 接下来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区了 这是我们的工作区域 就是我们的画图区 好 你会发现这个画图 画图区域 画图区域 是一张空白的白纸 然后旁边 旁边 它是浅浅的土黄色 这个叫画板 木板的板 这个白色的部分叫画布 可以吗 我们在画布里面的内容 是可以被列印出来的 是可以被人看到的 在画板上面 是不会被列印出来 可以了解 画布跟画板稍微知道一下 好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白色的区域叫画布 就是我们实际工作的区域 这边都可以 但是这个是会被列印出来的范围 所以我们叫画布 这个我们叫画板 那个木板的板 画板 那 这边能看到 向量物件 向量物件 工作群 工具 向量工具 因为 在这左边这边 我们几乎都是去 编修 编辑 修改 影像 那这边 这边就是增加一些向量物件 决定来说 阅历 阅历这个物件 好 决定来说 我想要放玫瑰花 这个向量图示 我们就在这里面来去找 好了 这个图层跟资讯 稍后再跟各位分享 因为这都是 那个 等于说是 特殊的一个 等于说是 特殊工具列 特殊工具列 好 那这边你一定会看到 这边有 浏览照片 影像物件 向量物件 图框 图的外框 遮照 那个模板 白宝箱 照片 然后变形 滤镜 汇入 好 等等这些 他其实就是希望说 你把 要做一件事情 变成一个流程化 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 把它做出来 第一件事情 我们要做的就是 浏览照片 有看到 什么叫浏览照片 就是你要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照片先叫进来 就对了 你要做什么照片 好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 他在这个地方呢 他的一个设计 其实跟传统 Photoshop 或Photop 长的样子 是非常相似的 也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突破 创新 只是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这是他的突破点 创新点 怎么说呢 你可能 假设你今天你要去做图片 加外框 你就只要点 可能两三个动作 两三个按键 就做完了 好 你想要去做那个 说图页 写真书 哇 那都是很简单 很快速去完成的 好了 那我们现在 现在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去浏览照片 所以我们来去把一个影像 载入进来 把一个影像载入进来 所以第一件事情呢 我们就点 载入 载入这个工具 所以接下来你就可以跟着我一起做了 请点第一个 请点载入 对了 我想再调整 我想要再去调整一件事情 因为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的 现在我们的sample 是不是 解压缩到 C别底下 我们 我们现在是不是下载 下载 然后是不是 把那个sample跟picture sample跟picture 解压缩 是不是都还放在下载里面 下载其实是在 C别 我要告诉你 下载在什么地方呢 它在C别底下 那我们的电脑 因为会还原 所以如果你明天还要用这些 这些素材 你就不要再重新去下载了 所以建议先把这两个 建议先把这两个资料夹 先剪下来 好不好 贴到低磁碟机去 不然等一下 如果你的电脑万一当机了 你可能要再重新来做一次 这件事 好 请点选 减下 然后我想 在低磁碟机 切换到低磁碟机 然后新增一个资料夹 新增一个资料夹 我叫什么名字呢 这个资料夹我就取名叫 数位行销素材制作 然后贴到贴到这个资料夹下面 因为我是担心说万一等一下电脑有当机 不过基本上这套软体它才十几妹档 所以它很很难才会当机 那也因为这样子 如果你要做非常精致的照片 请不要用Photocad 我必须要很坦白告诉你这件事情 就是它可以做出来的一个影像 我想你放在手机上面 去看它 都很漂亮 好 可是你要放到4K电视上观看 你就会发现那个网格非常明显了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那可不可以放到那个电视 像例如说假设你去参观一个活动 它一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个类似像 Information 那个影像是OK的 好 反正你应该知道 像现在我们越来越挑拼那个电视的解析度 例如说4K 那个看到这些影像 你就会觉得那个网格非常非常明显 好 好 放到低磁列基里面哦 建议各位先放到低磁列基里面 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来去玩一下 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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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一个Photocap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看到载入 载入 我们先做第一个很简单翻例 加外框 好 那第一件事情我们当时要载入 载入一个影像 那怎么样去载入一个影像呢 在这个地方有看到首先你要先去选取 选取资料夹 怎么选这个资料夹呢 这个资料夹在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C叠 D叠 所以我当然要选择的是C叠 D叠 对不对 因为我已经把我的范例都放到D叠去了 D叠里面的什么资料夹 这个数位行销素材制作 这是我刚刚放置的 然后这里面是不是有Picture 跟Sample 好 先点选Picture 先点选Picture 意思就是你先选到一张照片 选好一张照片之后呢 这边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图片 那你就随便选了 好 假设我现在我选这一个作品 你随便选一张作品 然后接下来请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下面有OK取消 OK就是做好了的意思 取消就是不要 好 那这边是不是还有两个 这个意思是说把这个影像往左边旋转 旋转 所以是不是往左边旋转 这个是往右边旋转 所以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最下面是不是有这四个图示 我们就只要点OK就好了 记住这边要点一下 然后再点OK 这样是不是就选好了一个影像 我就把一个影像选好 放到这个地方 所以请跟着做 好 所以载入 载入你到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会重复做好多次 好 那接下来假设我今天呢 假设我今天 我先不讲这什么什么好多功能 但是它的特色就是 假设你今天要为影像加外框 你就点加外框 如果你要去做影像的海报 你就点套模板 好 类似这样子有很多很多设计 好 例如说我们先做加外框的说明 所以点选加外框 那请你注意一下 请你注意一下 请你真的注意一件事哦 我刚刚点了加外框 它其实是打开另外一个视窗 你有没有发现这件事 好 我先把它关掉 我现在点一下加外框 它其实是打开另外一个视窗 因为 因为你现在都在最大化 所以可能比较没有感觉 好 事实上 事实上它是开另外一个视窗 现在是 原本是在Photocap 然后点了一下加外框 它其实是到加外框工具列 好 在加外框工具列里面 最简单的操作是什么呢 好 我还是稍微放大一点给各位观看一下 例如说 例如说我们现在 现在 现在这边先不去了解 我们就先点 例如说当我现在点 第一个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好 等一下 我先开到最大化 因为这样 我看不到下面这个 它做完的层面 你看当我点了第一个 有看到 它这样做出来 就像那个以前旧式的底片 现在 现在那个摄影机也都不用那个底片来去拍了 现在都已经数位化了 好 然后 接下来 例如说 假设我喜欢做成这一张 我想要做成这一张 这边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外框 所以你就点一下它 然后接下来点什么 OK 就是右边你挑一个外框 然后点OK 好 我们来算一下 刚刚刚我们到底做了几个按键 我先回复 我先回复一下 一 是不是 点 加外框 二 假设我想做成这一张 三点OK 你看 是不是就马上做出来这一张图案了 三个步骤 是不是 是不是就加好这个外框了 这样可以了解 这套软体 这套软体 它就是要简单快速帮助我们来去做完这件事情 您要是觉得这样的速度 这样子的速度 我不晓得你觉得快或不快 到时候我们可能去网路上去找一个APP 它也是类似这样子 就是说先挑好模板 然后请你改主要的图片 比如说改成你的一家人的合照 这样可以了解 这种软体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 而且手机上面也有 好 这就是 这种软体的好处 好了 那我们现在 因为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要去讲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影像 这个影像 它的主题 主题 请问是要介绍Hello Kitty 还是要介绍这一张照片 主角是谁 是Hello Kitty 还是现在左上角这个图片内容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 我们重点是要介绍它 那既然要介绍它的话 这个主题就会变成不是那么清晰 不是那么清楚了 因为第一太小了 而且上面没有很多很多的字 好 那所以相对的 我们可能为了加强这个主题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应该就要把它换一下 例如说 最好是最好是搭配 Hello Kitty 也喜欢的 这个应该是那个 就是 这叫饮料杯的那个就是套子啊 好 就是连Hello Kitty 也喜欢的什么什么吊饰之类的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所以我们就会加一些文字 来去强调 来去强调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加外框是这样子 那 我们如果做好这个档案呢 我是不是就把它储存起来 所以现在我们把储存也交一下 档案 因为我现在等于说已经做好这个加外框的范例 所以我们是不是直接把它储存 那如果说你今天 如果说你今天想要去做储存的话 这边是不是有看到另存影像 另存影像 然后存到什么地方 好 就麻烦请你们建议 建议是在就是说我们原本这个课程底下 课程底下 我们再去新增一个 因为它是旧版的格式 所以没办法在这边新增 好 我们暂时暂时放在原本的影像位置好了 放在原本的影像位置在picture底下 好 所以路径没有改 但是呢 但是我们应该要把档案名称改掉 档案名称改掉 就是说本来它的影像是jpg 然后接下来档案名称 然后麻烦请修改一下 例如说这个叫做加外框 好然后在这个地方就是本来这个达名称后面 我是不是加了加外框这三个字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看到解析度跟压缩币 如果说我们今天来去要做更高的解析度 那你稍微可能还是要知道 我今天的解析度是要给谁用 如果你要给到4k 那你可能解析度要更高 那我们现在如果只要给手机 或者是网络的平台来去使用的话 300dpi其实已经很够了 好 点选ok 那接下来你会看到一件事情 那我点了ok 就是代表我要储存 然后他会特别多告诉我们储存成功 点确定 就变成你要多点这个确定 我们来去确认一下 刚刚在我的picture picture底下 本来是不是会有一个这个作品 然后后面我是不是增加了外框 所以这就是刚刚加制作出来的档案 好那以上就是 就是从档案如何就是简单的制作 我只是做了一个加外框 好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先介绍完一些 就是说你们必须要先知道的知识 然后我们再做进阶的影像修片工具 好那我想这节课先暂时上到这个地方 我们先下课休息10分钟 10点40分前进教室